其实关注以巴战火最新局势 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完全拆除了哈马斯 位于加沙走廊北部的指挥机构 并指称那里只剩下零星的哈马斯成员仍然在活动 而且已经是失去指挥官了群龙无首 以军表示哈马斯10月初越境突袭以色列以来 造成1000多人死亡 死者大多是平民 加沙卫生部则表示 这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冲突 已经夺走了至少2万条人命 妇女和儿童占多数 以军台说哈马斯挟持了大约250名人质 其中132人至今还没有获得释放 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区的调查发现 哈马斯持有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和装备 包括步枪 自动榴弹 发射器等等 据了解以色列正在追查 这些武器究竟是不是经由第三方输入 又或者是由中国直接发送